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拥有一个有力并且紧致的臀部 不仅可以让我们穿衣服更显曲线 同时还能一定程度上 关键长期久坐所带来的腰酸腰痛问题 而相反 扁平又薄弱的臀部 不仅有可能可以加重我们的体态问题 让小肚子看起来非常突出 同时无论是站姿还是坐姿 都会让我们的腰过度受力 增加受伤的风险 所以今天我又给大家推荐四个臀部动作 无论在家还是健身房 男生还是女生 都可以马上使用 帮助我们打造一个既好看又好用的臀部 作为人体功能最重要的肌肉之一 臀部的外侧主要分为四块肌肉 面积最大的臀大肌 臀部上侧的臀中肌 困关节外侧的扩筋膜张肌 以及在我们臀部内侧的臀小肌 要想拥有一个良好的体态和功能 我们必须让这四款肌肉都被激活 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所以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动作是 推强式臀桥 因为当我们在久速的过程中 我们的臀大肌 长期处于一个拉伸并被挤压着的状态 而宽屈肌和腿后腱 又处于缩短和紧张状态 根据著名研究腰痛的教授 Stuart McGill所说 长期下来我们就会降低对于臀部的感知 产生臀肌失忆症 而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的臀大肌 首先靠在墙边躺在地上 双脚刚好放在指尖能触碰到的位置 然后在双手向墙面发力的同时 慢慢抬高臀部 这时我们应该会感觉到 臀大肌有明显的收缩 因为我们不希望 让已经紧张的腿后肩发力过多 所以当持续向墙面发力 并感受脚后跟向下发力时 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 就会持续收缩 从而降低腿后肩的参与 更好地孤立我们的臀大肌 同时在上升到顶端时 我们要保持核心稳定 避免腰过度反攻 保持0.5秒后慢慢还原 家里有弹力绳的小伙伴 也可以绑在大腿上完成这个动作 从而进一步增加我们的臀部感受 当找到感觉之后 我们也可以把哑铃放在身前 通过增加负重 来不断提高我们的臀部力量 在刺激完臀大肌之后 我们要在放松扩筋磨张肌的同时 激活臀中肌和臀小肌 因为它们都有外展髋关节 和稳定骨盆的作用 但在长期久坐的过程中 我们很容易就会让扩筋磨张肌过度紧张 从而在做其他动作时 减少臀中肌和臀小肌的使用 这样的结果就是 我们有可能在走路的时候 引发不太异常 从而导致腰背酸痛 在下蹲时容易膝盖内扣 在跑步时膝盖外侧疼痛等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在不过度使用 扩筋磨张肌的情况下 激活并加强臀中肌和臀小肌 所以我推荐侧身外斩肌拉伸这个动作 首先侧躺在地上 用一边手支撑起身体 然后将另一侧腿绕在身前 脚趾冲外 这时当我们将身体重心放在下面大腿根部 就会充分感受到 扩筋磨张肌的拉伸 保持30秒 然后换边 家里有框木球或者网球的小伙伴 也可以用它们来快速放松扩筋磨张肌 首先用手指找到扩筋磨张肌的位置 通常它在大腿前侧方口袋开口的地方 然后用身体重心将泡沫球抵在墙面 找到机动点之后停留30秒 然后换边 在放松完扩筋磨张肌后 我们就可以激活臀中肌和臀小肌了 因为它们经常需要持续用力 从而平衡我们的身体 我首先推荐侧身单腿推墙这个动作 首先将靠近墙面的腿抬起 并贴在墙上 在保持身体稳定的同时 膝盖微弯身体前倾 用膝盖向靠墙方向持续发力 这时我们应该会感觉到两边的臀中肌 尤其是站立腿边一直在发力 动作过程中 我们要尽可能让外侧腿和身体保持一条直线 从而避免让其他部位介力 如果你觉得比较简单 可以把外侧脚站得远一些 但是全程都要保持身体稳定 30秒之后换另一边 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帮助我们提高 臀中肌和臀小肌在静态收缩时的力量 但是因为长肌薄弱 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些重量 来额外加强它们 根据2011年的调查研究 在对比了18个不同的臀部动作之后 他们发现 侧身平板支撑外展 对于臀中肌有着最大的刺激 但是因为难度较大 我推荐门槛较低 但排名也比较高的 侧身抬腿这个动作 首先将头枕在手肘上 支撑腿微微弯曲 慢慢地抬起另一条腿 因为我们不想过度刺激到 扩进磨张肌 所以当把腿放在身后 并用脚尖冲内的方式 来完成动作 会更多刺激到 我们的臀中肌后侧 顶峰收缩0.5秒 然后还原 在激活完所有的臀部肌群之后 最后我们需要学会在动作中 仍然能够使用它们 所以我推荐 3秒慢速深蹲这个动作 首先 双脚打开 与肩同宽 在保持脚位置不动的情况下 膝盖尽可能向外旋 这时 我们应该已经能感受到 臀部肌肉的收缩了 在保持这个感受的情况下 慢慢向下深蹲 持续3秒 在底端也保持3秒 然后起身 还原后 我们仍然不要让臀部放松 两只脚 全程都要想象着向外发力 3秒后进行下一个 有弹力绳的小伙伴 仍然可以绑在腿上完成 这样可以大大增加 我们臀中肌的感受 提高效率 一般做5个 就会感觉非常酸痛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 这几个臀部激活动作 无论是作为调整体态 还是训练前的热身 每次坚持做一到两组 都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诶 那如果从美观的角度 如果我们希望提高臀部的维度 该如何训练呢 关于这一点 我有幸采访到了 研究臀部训练20多年 臀推器械的创始人 Brad Contreras 博士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是如何来安排臀部训练的吧 Every good glute workout 根据Brad 所说的训练思路 我给大家列了一个适合于绝大多数人的训练计划 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 参考使用 但同时他也提到 如果是新手 或者平时已经有做腿部训练的男生 那么可以先在自己的训练中 融入一个臀桥或臀冲类的动作 再慢慢地增加容量 What's the best exercise for glute without equipment Bodyweight frog pumps are great Single leg hip thrust are great Extra range sideline hip abduction and sideline hip raises If you have a friend hip thrust them It's a free barbell I'm serious That's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If you have to train from home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臀部作为一个连接我们上下半身的核心部位 其实非常关键 但它又很容易被忽略 所以我希望看完这期视频的小伙伴呢 都能够选一道两个动作 融入到你平时的训练当中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